老师透过礼堂的大櫻木教导如何搓面团 有时走到桌旁关心小朋友的学习进度 本来在美国定居教导东方文化及捏面人的川普老师 回到家乡讯会把捏面人的手艺传达到小朋友的心中 其实上我们现在的家庭就是也没有时间 有的是双心家庭 有的是担心没有错 而且要这个亲族的时间不多 那有机会利用这个时间办这个内面人的活动 让一个家庭能够更快乐更和乐 亲子一起活动 这样的话可以点说既做到了一个亲子共学的部分 又能够做到一个文化传承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这次请到老师真的是非常不简单 我们也是很感谢所有的志工跟老师的帮忙 在中华民国草屯静安府持商会及草屯国小的合作下 200多人一起参加年面人亲子共学共益活动 透过民族记忆活动让亲子之间的情感更加密切 有些家长经常会为了安排孩子的活动 伤老亲 因为一方面担心孩子在家里面看电视 或者是不知道该怎么花时间去陪伴他 那么静安府持商会他们提供这个亲子的活动 一方面是一种传统记忆的恢复 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孩子在平常比较学习课业之外 有一个学习记忆的活动 本次活动让平时都在上班的家长可以陪陪孩子一起学习 是生活中最大的满足 先议员庄世杰也希望透过本次的活动 能够让参与的亲子关系更加融洽 中韩民国草屯静安府慈善会 在草屯国小举办年面人亲子共学公益活动 除了促进亲子关系 所收的报名费也会全数捐给弱势团体 让爱充满整个社会 记者六圣草屯采访报道